接下来我们要对包包的底部进行一个缝合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块长方形的皮子 然后我们要缝制这样的一条长度 现在我们来取线 我们取的话就是取这段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这一块我们是用蜡线来缝制的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然后还是两头穿针开始缝制 针在线的两头已经固定好了 下面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缝制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分一下正反面 正面皮朝上 然后小片的皮子在上 大片的皮子在下 然后把这两排的孔位给它对齐 把角落的这个孔位找好 对齐之后咱们这两根针 从第一和第二个孔位同时 从后向前的把它给穿出来 然后我们压住左边的这根线 把右边的这个从相邻的孔位穿出去 再从旁边空的孔位穿回来 然后换线 然后我们继续双针交替 把这一排给它缝完 现在我们缝到最后一针了 我们把这个针穿回去 然后往回缝两针 再穿回去 然后上面的这根针呢 我们也收回到后面去 现在我们两个线头呢 都在后面 然后我们留两到三毫米把它截断 拿打火机把它烧一下 压平 这块我们就缝好了 那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背面也给它缝起来 那我们还是来取线 这个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大概四倍线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把两个皮 找到它的正面 然后这个皮子 压住背面的这个皮子 把它的孔位照齐 然后我们从第一和第二个孔位 开始起针 我们把两根针呢 从第一和第二个这个孔位 然后同时的从后向前的把它给穿出来 然后压住下面的这根 把上面的这根给它穿过去 再从相邻的孔位穿回来 就这样子呢 依次双针交替 然后我们把这一排缝完 那这边的缝制方法呢 和这一条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呢 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大家自行的把这一排缝完 那这边呢 我们也已经缝上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包的这个整个大身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缝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制作拉链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拉链 然后把它的两头给它修剪一下 把毛边给它修掉 然后拿打火机烧平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拉链的这个平头端的尾部 把这个布折成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金属头 把这个金属头呢 给它穿过去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定要记得 是在它的平头端的尾部 穿上这个金属头 然后我们反过来背面 拿我们材料包里的这个小螺丝 给它按进去 然后拿螺丝刀给它拧紧 就可以了 这头我们已经固定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找到这两块皮 然后我们要缝这样子的一条长度 我们来取线 那我们就取这条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这样子大概就是一倍的距离 然后对折两倍 三倍 四倍 然后我们结线 两头穿针开始缝制 把皮子的边缘呢 和拉链呢 大概相距三毫米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缝制 那第一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起针位哈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从这两个位置开始起针 然后我们压住下面的线 把它穿过去 再从后面穿回来 穿过去 穿回来 那我们缝到最后这边转角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拉链的位置呢 把它给折一下 可以看到背面的话呢 折成了一个小三角的样子 那我们继续往下缝 依然是沿着这个拉链边 大概给它留三毫米的样子 给这个拉链头留下一个活动的距离 然后我们往下缝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的话呢 是有一个小角角折在这里的哈 然后我们继续就这样子双针交替 然后把这一排缝到尾部 那我们现在呢 缝到了最后一针 那我们现在呢 缝到了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针 穿回去 然后往回 多穿两针 让它固定牢固 在上面的这根呢 然后我们也把它给收到后面去 然后我们把两根线呢 在后面拉紧 把它截断 留两到三毫米 拿打火机烧一下 然后压平 这边我们就缝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另外一边 同样的 我们还是要截取这个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两头穿针 那缝制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头开始缝 那我们缝制的时候呢 尽量的让这两片 把它给对齐 然后也是同样的 我们留三毫米的距离 然后起针的话 我们从这个角开始起针 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起针 然后我们继续呢 往下缝 把这一排给它缝下去 那我们现在呢 缝到了这个拐角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拉链 给它轻轻的撕开 然后我们在后面呢 给它折一个小角 把它给折过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呢 往上缝 然后我们现在缝到呢 最后的一个孔位了 然后我们往回穿两针 把这个地方给它固定牢固 然后在上面的这根线呢 我们也往回走几针 两根针呢 都收在后面 那在后面呢 我们留两到三毫米剪断 拿打火机烧一下压平 那拉印的部分呢 我们就已经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制装饰线的部分 装饰线呢 是从这一头到这一头 那我们现在来取线 取这个长度的四倍线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结线 同样是两头穿针 开始缝制 那我们从这个位置 开始起针 把两根针同时的 从后向前同时穿出 然后继续双针交替的 我们把这一条给它缝完 那我们缝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把针往回收 收两针之后呢 然后我们从这个孔位 下面的这个孔位穿过来 我们把这一条的装饰线 给它补齐 然后上面的这个 也一样的往回收 然后把线收到后面去 把上面的这一根呢 也回穿一针 回去 两根针都收到后面去 然后留两到三毫米 我们把它截断 拿打火机烧一下 压平 那这一边的装饰线的部分呢 我们就已经缝制完成了 那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把这一条缝号 那起针的话呢 我们还是从这个位置起针 然后走一条之后呢 再回过来 把这一排的装饰线给缝完 那线的长度呢 还是这一条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那缝制方法呢 是和这边是一样的 这里呢 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大家自行把它缝制完成 那另一边的装饰线呢 我们也已经缝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跟包身缝合在一起 那下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拉链的部分 与这个包包的大身缝合在一起 就是这一段的一个长度 那现在我们来取线 我们取这一段长度的一个四倍线 我们大概来比一下 这是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断线 然后两头穿针开始缝制 那首先呢 我们来对齐孔位 我们把它的一个正面 对着这个大身的一个里面 然后把它的孔位找齐 最上方的这个圆弧形的孔位找齐 然后我们来开始起针 那我们起针的话呢 我们从第二个孔位开始起针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第一个孔位呢 我们留起来 我们从第二个孔位开始起针 然后两个针呢 同时的从后向前往里面穿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的双针交替 我们把这一圈缝完 那我们现在呢 缝到了尾部 然后我们第一个孔位 这个位置还是空起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收针 然后我们往回穿一针 进行一个收针 在后面的这一根呢 也往后穿一针 收到里面来 然后两根线呢 我们在后面拉紧 给它留2到3毫米剪断 压平进行一个收针 让大火机烧一下 压平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就已经缝好了 那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把这一块 与前面的这个皮子 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缝 那我们还是取这一段长度的 一个四倍线 这两个最边上的孔位 我们把它留起 然后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缝制 这一块呢 就不跟大家演示了 大家自行来缝制 那拉链的部分呢 我们就已经缝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缝制包包的 这个侧边的部分